大家晚安 在今天各地天气又再度的回暖一些了 特别是北部地区 昨天晚上一阵东北风吹下来 感觉还蛮凉的 不过今天白天开始 东北风就明显的减弱 各地的气温明显的往回升 那么预计好天气可以一直持续到明天 不过明天在清晨北部地区 有机会出现一些局部起雾的现象 不过还好的是白天阳光露脸 之后雾气就会逐渐的散去了 那么接下来的天气变化 要落到礼拜六 礼拜六会有一波新的封面云系通过北台湾 预计在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 都会受到这波封面云系的影响 出现降雨的情况 不过封面云系通过的速度很快 预计在礼拜六晚上到礼拜天 天气就会再度的回稳 又回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好天气了 预计从礼拜天开始 一直到下个星期二 南风会再度的吹起来 天气又会回到像今天一样子 比较温暖闷热的天气形态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微型云图 可以看到今天大环境又再度转成偏东风 所以各地的气温明显的往回升 天气也是相当的稳定的 各地都有阳光露脸 那么预计这样子的好天气 会持续到明天礼拜五 预计各地天气状况都不错 那么下一波天气系统变化 就是落在礼拜六了 可以看到会有一波封面云系 快速地通过北台湾 预计在中部以北跟东部地区 又会再度出现降雨 不过很快的礼拜天又会回到好天气 我们进步来看一下 预计在明天礼拜五 就是受到东风绕过台湾地形之后 有这个被风涡旋 使得北部地区比较容易在清晨的时候 出现起雾的状况 不过白天雾气就会逐渐地散去了 那么接下来要落到礼拜六 会有北方一波新的蜂蜜云系 落过略过这个北台湾 预计在中部以北 东北部地区都会出现震雨 不过在礼拜六晚上天气 就会再度的逐渐回稳 所以从接下来的降雨分布图 就可以看到了 预计就是在礼拜六 可以看到在这个彰化以北 跟东干部地区 还有在南部的山区 都有机会出现降雨 这部地区还有机会出现比较大一点的雨势 不过这波蜂蜜云系通过的速度相当的快 只有影响礼拜六的白天 礼拜六的晚上天气就会逐渐地转干 这样逐渐地停歇 礼拜天又是一个可以见到阳光的好天气 所以提醒大家 在这个周末假期 中部以北东部地区 礼拜六有机会出现一些雨势 安排活动就建议你这个室内活动为主 会比较适合了 接下来关心一下温度的变化 预计接下来这一周 北部地区大致上都是相当的温暖的 不过在礼拜六 就是蜂蜜云系通过的当天 因为云量偏多有一些降雨 所以温度略微的往下降 高温降到23度 低温来到17度左右 有一点偏凉 但是礼拜天高温又可以回升到29度上下了 那么在中部地区一样的 在礼拜六温度略微的往下降 不过整体来说 接下来这几天 其实气温的部分都算是舒适 有一点偏闷热的感觉 南部地区同样也是 接下来这一周的气温 都可以维持在30度的上下 有一点偏闷热了 那么在东半部地区 跟北部地区一样 礼拜六礼拜天温度略微的往下滑 一样的在下个星期 气温又会再度的逐渐往回升 好 所以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主要就是在偏东风的花东地区 迎风面的位置 有机会出现一些短暂震雨 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 大家好好地把握 那么紧接着 在礼拜六会有风面云系通过 中部以北 东半部地区就要留意了 会有一些短暂震雨发生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